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许多本市居民分不清德兴站和德兴北站 或是不太清楚德兴站的具体地点 可以说德兴站的建设地点绕晕了很多人 其三是同仁南站 同仁南站位于贵州省同仁市 其站点建设也十分的奇葩 与前两站一样都是反其道而行 不建在交通便利服务设施完善的市区 反而建在离市区偏远的郊区 出了同仁南站后 仍然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才可到达市区 而郊区一般交通都不是很便利 公交车通车很少 这导致许多人挤不上公交 只好转成无证车辆 这些站点的建设十分的不便民立民 不少人抱怨站点建设的不合理 不仅没有便捷出行 反而因此增加了不少麻烦 但政府把站点建设在这些地方 必然会有其理由 或许以后这些地方 也会逐步发展起来 也不一定 针对这些站点 小伙伴们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评论